王媛媛 再这样打下去 你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什么 董浩尘你在说什么 说过这是战场 你应该趁机一刀砍死我 而不是对敌人认词 如果你能战争的认识这么儿戏 那战场 只会留下你的尸体 不顾一切的战斗吗 别急 这就是他生死没使出来的底牌吗 怎么回事 我的武器怎么在颤抖 我的法杖怎么了 一气即处 重气通鸣 这一股气息 好恐怖的威娜 好恐怖的威娜 好强的威娜 是一面盾牌上 竟然有和神医王做了一次的气息 巨灵神之断 这可是万年前 灰荒岩带流传下来的武器 没想到这小丫头 居然是巨灵神族 难怪他会越受长远强 可巨灵神血脉 听说不是早已断绝了吗 我只知道随着巨灵神血脉的陌路 巨灵神的神器 也在未现世故 而每一个巨灵神神器 里边都蕴含着 为天灭地的力量 杀 太猛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用盾牌来攻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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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能加住这股力量吗 这些能量过于强大 根本无法防御 这里哪 真的是五箭都发出来的吗 快走 试炼场都给阵炼了 看看 大家是怎么了 去招大师的五箭的证吧 不 不好 马上终止比赛 黄元日 我以战事剑部剑主的身份 命令你立马停手 不准打了 剑家 杰龙剑 结束了 发生什么了 太帅了吧 大姐夫的魔兽居然还能变身 在五街就想控制巨灵神之盾 能量失控差点自保 你这丫头 今天还真是玩了吧 大的 主号陈胜 获得十六奖最后一个名额 这小丫头也许是世上仅存的巨灵神后一掌 可不能出事 巨灵神后一 但他似乎无法控制巨灵神之盾 所以我侥幸进了十六强 只有五街 的确还太早 但随着他实力提升 日后恐怕会拥有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 可这孩子性格太过极端 过构一折 现在比赛还看不出问题 将来若是并肩作战 恐怕会出现很大弊端 您是说他并不适合作队友吗 猎魔团没那么简单 任何一个队友的选择 都至关重要 至于如何选择 韩羽 你 我韩羽 自愿成为龙昊臣的护从骑士